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蛮投石兵 然后一直到弓箭手、毒镖、食言兵等等的 我们来看一下 南蛮投石兵 如果你有玩特洛伊战争的话 应该对投石手是非常的不陌生 三国这一次南蛮也是有投石兵 拿这个投石手进行攻击 有不错的弹药 弹药量应该都是不错的 看一下石石量 62 非常的多 非常多的石石量 然后 伤害的话其实没有到很高 但因为他的石石量够高的关系 他就可以一直进行攻击 这是投石兵的优势 那再来看到武林投石兵的话就是 不过他面对这个近战 就有比较多的抵抗能力 大概就是他的优势 然后再来看到的话是我们的火石工兵 那火石工兵的话近战能力是相当薄弱 石石量的话就一般般 不过射程很远 然后跟投石所的话这边是100 然后这边是200 那火石工兵的话可见他应该是可以射出火焰 我们等一下再实际可能后面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然后这里是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三江毒标兵 然后有脆毒兵器 散兵 散兵 有 角色定位散兵就是他们可以 有一个很不错的速度跟骚扰的能力 那一样怕火 潜行 舒震 一样吧他就是远距离吹到敌人之后 他就可以带一个毒伤的效果 所以他的 基本伤害基本上也是非常低落只有5点而已 但他最主要的杀伤是来自他的毒 那射程只有60 所以 很像变色龙灵溪吧我觉得这感觉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直颜兵 那跟刚刚这一个很像嘛 直颜卫兵 他就是他的 远程版本 专门直标的 所以他的史实量是 6 然后原本的这个是2 所以他的史实量要是更多了一点 等于说如果你想要标枪用多一点的话 你用直颜兵是还不错的选择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再来看到的是蒙虎头石兵 那相对于刚刚的 那个蒙虎战士来讲的话他就是一个 头石的版本 那一样有野生动物伴随 他就是一样有老虎嘛 然后一样可以带惊吓 天不可摧 硬杂冲锋加成依然是很好 主要就是因为他有老虎 所以他有一个冲锋加成很不错的优势 迅兽师部队的话呢 他的主要杀伤都是落在他的 落在他的蒙虎之上 好最后一个看到的是引蛇兵 那引蛇兵的话呢 就是刚刚山江毒标兵的进阶版本 你可以看到他权限能力都高得非常多 变成有点擅长近战的感觉 而且远程防御也是有 特别列出来嘛 就代表说他的盾牌对于远程来讲 算是一个蛮苦恼的东西 有抵抗远程能力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同时有一个定点步兵阵型 就是全新的巨兽单位 应该可以说是三国这一次DLC最出的 出的这一次DLC是一个比较大的 单位嘛 就像兵 那也是跟之前猜测的一样 那南蛮没有像兵的话一定是不可能的 再怎么样一定都会出 所以南蛮这边推了 所以这边推了一个南方像兵 整体素质看一下好 这个两个近战基本伤害跟穿甲伤害都是非常可怕的高 那冲锋加成也不用说战相嘛 都是非常可观的 然后士气的话其实就算是真的偏低啦 像兵 像兵来讲就 嗯 他的这个士气还蛮容易被赶跑的 然后 啊 其实自己的本身定位也算是可以攻城 就是你在战役中的话呢 你用像兵就可以直接进行攻城的行动 就是不需要等那个什么冲车之类的 重型像兵的话 在背相背上的士兵也可以做一个射击 然后那一百射程应该推估是头十兵 好那战相兵来看一下还多了一个强力击 击退敌军的时候会造成额外的伤害 也就是 好他 在冲锋攻击的时候击退敌军还会额外增加伤害 所以相兵在步兵中 或近战攻击的时候呢 相兵真的是蛮破坏性的 然后重型像兵跟刚才南方像兵比起来就是 嗯 更好的血量嘛 你可以看到原本血量四万八 然后这边是七点二万 所以我们来看到南中像兵 南中像兵的话呢 虽然说素质比前面来讲 就 近战伤害是一样的 但他的冲攻的能力是比较糟糕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其实算是一个支援型的定位 支援型的定位 一个急行节奏 可以疲劳免疫 而且还可以增加速度 这个有点有点屌 你这个南中像兵跟在军队的旁边的话 就可以直接疲劳免疫 所以这个在作战中还蛮有用的 然后一样交勇节奏 一样就是可以增加各种的伤害 然后谨慎节奏 可以增加士气近战回避 OK 那这一次就是全部的南蛮的单位的部分 那实际上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演示 也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些单位的效果 好的 那我们就来到战场当中啦 给各位看一下这次南蛮的单位设计 那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梦获大王啦 七情七重的梦获大王 其实这个马真的看起来非常小只 那设计上的话也是满 那满风格的啦 那再看一下这是所谓的象兵 哇大象 大象的部分 反正就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刚刚有说到的这个巨斧的步兵 我们的5C豪杰 5C豪杰 然后再来可以看到这一个 好引蛇兵 来看到这个催剑 然后腰间佩戴一个大砍刀 后方有一个藤甲盾 有这种感觉 右边的话呢 引蛇兵 这就是我们的南蛮象兵 夜队前进 后方跟着是我们的各种南蛮战士 高举我们南蛮的洞主席 好对方火箭射下 我们来看一下 象兵有没有办法支撑住 看起来 大象一样在这种游戏中 就是一个 咒法的一个定位 对不对 这弓箭一样 大象 大象一定是首当其冲 前面还有巨马 前面还有巨马 我们又来做一波冲锋吧 可以看到这个威射性 战象这个威射性是很够的 我们的锤箭兵 而且可以边走边移动 边攻击边移动 然后被打单位身上就会挂一个中毒效果 15秒期间会造成巨马 闲话少说 同时你也可以注意到语音上其实也有点不一样 他这一次 除了新增单位之外 在游戏内也增加了一些关爱系统 那这之后也会跟各位带到 那更别说 其实他的UI界面上也都有改进了一些部分 他一直都有在进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改动 来看我们的梦后大王 好啦那以上的内容就是今天跟各位带来的 第一首的南满派系的介绍 那主要今天我们只能展示的就是战斗的部分 所以也差不多的带一下这个单位介绍给各位看一下 那形式上的话也做的比较跟之前不一样 我就不一支一支真的每一支都详细介绍 虽然我还是做的当下都每一支都讲了 不过最终希望说可以给各位看到这个 战场中实义的表现 还有带一些战斗画面 然后再带一些讲解的一些数据资料 让各位都可以参考到这样子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当然是会等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会再展示这个战役的部分 那我们也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 这次全新的南满战役玩起来是什么感觉 甚至之后的关爱系统在整体上有没有特别的不一样 让整个战斗变得更加的平衡 战役更加的有趣之类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是这样 感谢各位收看 喜欢这个频道跟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咯 也别忘记了我们频道有会员计划 可供各位参考 一个月最低75元就可以很好的赞助频道 那今天的三国 全战三国的新DLC 南满的相关DLC 我们就先到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就期待后续更多的消息 跟更多的情报持续的推出 那就不要忘记了 追踪下去咯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